baby 我又撿到你的衣服了 蛤 什么衣服 这些啊 你看 到处都是 怎么会那么多 不就是脏的丢脏衣蓝干净的放衣橱吗 你这无知的肉团 这些衣服 精力集悬后选出的完美位置 怎么可能 这些衣服乱成这样哪有什么位置可以 呵呵 你手上那些是从电脑椅上拿的吧 那可不是随便选的位置 因为那椅子刚好在禁止于当人中间的完美位置 我出门前是穿衣服 无适合的刚好就可以一只手的距离逼在那里 既然 那你从外面回来后呢 从外面回来我会计算身上衣服的肮脏等级 如果是穿超过两只的 那是很脏的第三只需要洗 直接丢洗衣蓝 如果只穿了一次 那属于一二级波装 继续穿就丢在床上 哈 你这样不行 因为丢到床上就没地方睡觉了 唉 你真的很傻欸 你觉得我当初坚持要买加大双人床是为了什么 这里全关182公分 我会保留100公分座位睡觉哟 可恶 那内衣裤呢 你看到那个挂在一桌上的环保袋吗 我躲下来的内衣裤就在那里面 要拿去洗的时候隐秘时尚又大方 然后洗完总是要放到衣柜了吧 怎么可能 当然是摊在沙发上 方便瞎之取用啊 这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欸 不对啊 你摊那么多衣服 贱人来的时候根本来不及收啊 哈哈 人咧 衣服咧 大家没发现吗 我刚刚讲的每一个地方 调整起来刚好成为一个完美的原型 并以足够作为重点 只要一有人拍摄就可以归宿的全部都收到这里 这儿就是这个暴君的迷人之处啊 哈哈哈哈 所以 会维持这个状态吗 哦 其实电子滴滴人和那太阳游亮地久 跟我的上升星座完美拍成一条直线的时候 就会整理了啦 哈 嗨 我是小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哦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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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